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怎么样安住在净土的境界里 就变成是我们的主要功课了 一般的净土思想里是告诉我们 只要到达净土以后那就会不退转 所谓三不退 六不退 不管是讲行不退 喂不退 念不退 还有所谓的信不退 种种 那我们不管 那个是古老的传说 现在你对那些根本也不了解 除非是专家 喂是哪个喂 听说喂不好换位置就可以的喂 那个到底是什么 那个状况才重要 昨天Cherry问大家 说生命是什么 说你是谁 我们一堆通通跑到神秀的裤裙下面去了 跟着神秀跑 那就很好玩 还亏你是大圣产的弟子 还亏你是华原产的子孙 在这个地方 你是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懂 那你还想有什么进一步的成长呢 想想看 问你是谁啊 是说你是什么东西啊 问生命是什么 也是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能够把你的那个状态 那个 把它表达出来 那你表达不出来啊 搞了老半天啊 没有用 净土啊 是告诉你怎么到达那个境界 你对你是什么东西啊 要很清楚啊 听起来好像很野蛮 这么粗鲁 你想想看 你不是东西吗 对不对 要想想看 仔细地去感受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他不是粗鲁啊 他是指着你的本来面目啊 那一句话 已经深重你的心砍你 你自己要能够啊 去体谅 那我们到达以后 当然是不退 因为你的生命品质啊 已经跟着提升 你不是侥幸 你不是人家把你拉上去的 这样子的外力 不管是佛菩萨的愿力啊 来把你拉上去的啊 绝对会退 你不要以为他力主义啊 很殊胜啊 你靠着他力把你拉上去 你一定会退 因为你没有本事 可是当我们真有那个本事 你有那个能力 你的水平到达那里 你自然就在那里啊 你没有那个能力 你没有那个水平 你靠着人家 那总有一天你要恢复原状 那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那你就掉回来了 所以这一点弄清楚啊 那我们是以真实的品质 到达那个地方 你全方位展开啊 那就到处都会到达那个水平 都会到达那个水平 到达那个水平 你安住在净土里头啊 那你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我们叫福报很大 训练出来的是一群呆瓜 呆瓜你知道吗 这些呆瓜啊 他只会想福报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然后他什么都是当然的 我们一再跟各位讲啊 你出生很辛苦的人啊 常常就是有争气的孩子 因为他的环境不好 他只要争气啊 那他就会学得很多 他就会很像样 出生好的啊 常常会出现啊 那些败家子 你在佛门中也一样 在不好的环境里啊 没有法的地方啊 他最少乖乖的 学着做人 会忍气吞声 在我们这种好的环境里 像你在华言里 我们出现的都是一群 真的可以说是败家子的东西啊 即使回来这个地方 早上回来这里开会 他下午也不听课 就跑掉了 你说我们从老远的地方 跑来这里听课 觉得很舒胜 那个自己人回来这里开会 开到十二点半 现在不在了 那你想想看 他是有福报 还是没福报 因为他是这里面的深重 所以他就有可能 不听经 即使听啊也是应付一下 那这样的话 你说他是灾难 还是福报 他有这个福报在这里 那他为什么不听 他有这个福报在这里 他为什么不修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你不要从向上看 他到底有没有修了 不是向上看啊 出家人是出家人啊 披着佛陀的衣服啊 根本就不是佛陀的子孙啊 我们一直讲说精进再精进 谁死谁地啊要掌握好 要去精进 他是精进逃避 精进的去逃避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啊 你要怎么教呢 难道这一点你回来开会 开完会下午听课 听完课再回去 这个还要再教吗 这个真的是电脑啊 你没有按这个键 他就不会 他就开完会就回去 他认为这很正常的 他不知道他是出家人 他不知道他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没有那个品质啊 光是藏着他立啊 就是这种现象 就是这种现象 今天各位想想看 要是我们没有那个生命品质 佛陀很慈悲 所以把你带过去 你也是在有回法中啊 获得一些福报 再来没了 当你福报用完了 你还有什么 我们很多这种情况 社会上是这样 佛教也是一个社会 那么杀婆众生的心性是这样 他永远是这样 还有一些出家人是这么说 我要早知道 我护法就好 我就不要来出家 什么叫早知道 你根本没看到法嘛 为什么会有这些无奈呢 都不是心在道上 这个简单讲的心在计较上 心在计较上 为什么会这样计较 因为他没有道心 他进入佛门中啊 是一种形式 一种心理啊 扭曲的现象 我们跟各位讲 在杀婆啊 本来就这样 种种对立 种种的压力 你要在这边啊 获得成长 去克服困难 不能逃避 那个才是智慧啊 你经过这样锻炼出来的生命啊 那个才叫灿烂 那个才叫芬芳 只要一切都是你选的美好 没有那回事 没有那回事 这个是沙婆世界 你看很多很完美的东西 对不对 要结婚那阵子是最完美 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发现 并不那么完美 时间越久就越不完美 这个是沙婆世界的特色啊 但是一个修行者不是这样看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你要做什么 不是你要做什么 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 我们现在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要选道场 我告诉你选道场的人不会成功 选法门的人也不会成功 选善知识的人更不会成功 你有没有成功的条件 就是要这三个都不选 你敢吗 你说你在说什么 我选了老半天才来 你还叫我不要选 你想想看 要你原念道场 要你原念善知识 要你原念法门 有没有原念 有啊 原念道场 原念道场的是非 原念法门 原念法门的难修 原念善知识 原念善知识的不平等 你怎么修呢 不是叫你原念那些啊 叫你从道上会 你会不过来 所以当然要问你生命是什么 统统爬到哪里去啊 你要问你是谁 你也抓不到重点啊 你平常有在道上会的话 那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嘛 修行人本来就安住在那里嘛 本来他问的时候 我还以为有人会跳起来踢他一脚耶 结果没有啊 统统跑错了 因为没有那个本事啊 各位要留意啊 学佛修法 到底要追求什么 你要弄清楚啊 现在我们这些不再讲了 我们现在告诉你 你假设啊 你已经到他净土了 你透过那技术面 透过那工程面 工程面相当多啦 昨天我们不过是选了几百分之一 跟你讲而已 其实不止几百分之一啊 那个大概是千千万万分之一啊 只举了第一个念佛门 那你就可以啦 够啦 那可以到净土就好 你不要法门那么多 那么到达以后 你的生命品质 经过这样长期的锻炼 你会有 这样的品味 到达这个地方 到了以后要做什么 我们看过很多西方人拍的电影 有没有 他们到达天国以后啊 那边非常的光明 白色的 其实白色就已经弄错了 天上不是白色 天上是金色的 因为他们没有到过天上 用想象的 大脑的天是白色的 生命的天上是金色的 我跟你讲不信你去一次 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 他成天没事 穿得漂漂亮亮的放来放去 那个叫完裤子弟 到天上整天没事啊 大概不会做坏事啊 但是无所事事 那就完全弄错了 到了净土以后的人啊 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种生命是个什么状态呢 那我们再回到现在的世界来看看 你要知道啊 佛菩萨为什么那么伟大 为什么那么光鲜亮丽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状况 你也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主题啊 叫做历史平台上的佛教 跟世界平台上的佛教 你要了解到 一个修行者到达某一个程度以后 其实这个程度啊 不是你怎么成就不成就 是你只要定位以后啊 就可以展现这个风度 他到生命到达这种程度啊 他是永不停息的 在做奉献跟付出 在生命的全方位上面 那么他怎么奉献跟付出呢 我想我就不跟各位讲理论啊 我们看现实的状况 这两百多年来啊 不要说两百多年啊 应该基本上是没有错啦 从乾隆皇帝以后啊 这个东方世界啊 这个东方世界啊 就全垮了 全垮了 完全被西方的世界打败了 所以呢 佛教 儒教 道教 普洛门教 这一类的东方思想 东方原生性的宗教啊 可以说完全被打倒了 所以 当以西方文化跟思想为主流啊 开始在导演这个世界进展的时候啊 我们完全缺席啊 所以今天社会这么进步啊 佛教几乎一点贡献都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参与 即使这几十年来台湾的佛教界 比较有一点贡献啊 也不过是寺院附设几个 幼稚园而已啊 那么最近这几年勉强有几个佛教大学 大概也都还没有栽培出人才来 也不过啊 是在这个 半学啊 完全开放以后啊 在一百五十几所的大学里头啊 那么多加几所而已啊 这没有什么贡献 没什么贡献 所以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与建设啊 几乎是根本就完全缺席 完全缺席 那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 我们已经觉醒了 我们应该勇于向这个世间宣布 我已经到达 从今以后啊 不再缺席 你要记得 不再缺席 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里 任何一个向度 我们都要参与 我们不会缺席 我们将会积极的带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跟社会的建设啊 继续往前走 我想你大概没想过啊 你以为学佛念佛 尤其净土人就是天天在那边拿毛阿弥陀佛 难怪人家见到我们都说 有够黑蜜土粉 不是这样 你应该敞开胸怀 走入世界 跟着群众前进 用你的觉知 导引众生 不但能够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也能够啊 到达彼岸 到达人生觉醒的彼岸 并不是说学佛人啊 就不能参与世间世 你要了解到这一点 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来 我们会一直这样觉得 那是因为这一两百年的战乱 打得大家拼命的逃难 你想想看你在逃难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背着八十卷的华元金逃难 不可能吗 那个时候最好的法门啊 当然阿弥陀佛啊 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搞定啊 那是在逃难的时候啊 机关枪在扫射啊 炮弹在旁边爆炸 你还在那边 如是我闻一时 还要等一下 我要翻经本 整炸弹炸开的时候的光线 我来看看经文怎么念 有可能吗 那个时候以逃难的情境来讲啊 一个阿弥陀佛啊 可以安慰你的心 所以你看看每一次在那种战乱中啊 广大的群众啊 几乎都跪在那里祈祷 都在那边祈祷 祈祷不要看经本 那怀疑中就倒霉在这里 每次战乱啊他就破落 因为怀疑经扛不动啊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啊 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这个时候啊 不是在念佛的法门 你可以感恩 当年在逃难的时候啊 阿弥陀佛稳定我的心境 安慰我的心灵 那可以 那是一个感恩 可是现在不是啊 你要建设你的生命 所以你要更积极的出来 尤其啊 经过一番养习以后 你要重新恢复 很积极的面对这个世间 那么战乱呢 它才没有伤害到我们的心灵 假如因为战乱以后 那你说哎呀 世事无常 算了 我还是念佛求往生啊 那我告诉你 你的人格性已经扭曲了 被战争把你扭曲了 因为你已经吓破胆了 阿弥陀佛没有说 往生极力的人都没有胆 照样有胆 而且胆很大 不是无胆的 所以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那你就更应该啊 还行 我们过去的历史 所造成的 这些文化社会 佛教文化的 这个社会啊 到底带有哪些偏差 开始要做矫正 我们要重新再走出来 面对这个世界 参与这个世界 领导这个世界 使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不再陷于啊 那种恐惧当中 那一种战乱流离 那你就更应该积极的出来 所以你以这个前提来看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积极的去参与啊 那才是不退菩萨的生活态度 你要知道 我们参与世间啊 是不退菩萨的生活态度啊 不是逃避世间啊 你要留意到 我们不是为了要争什么 不为争什么 不是为民也不是为利 就只是为了要参与世间 使这个世界更美好 因此啊 我们走出来 你要留意到啊 这跟一般世间人是不一样的 世间人可能为了民 可能为了利 可能为了生存 那这些菩萨 他不在生存面上 他真的是在啊 生活面 在做建设 这个就是啊 这个不退菩萨的 生活态度 假如一个行者到了这个时候啊 还是一直啊 关闭在象牙塔里 在追求他所要的理想目标啊 那你要知道了 他还没有成就 因为他还在追求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已经到达某一个程度 那我告诉各位 你感觉不到 因为你什么程度也没有 那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 为人类 为社会 来做贡献啊 那华人告诉你 这就是华人的特色啊 当你发心定位以后 开始修法 那你就要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一点你看清楚啊 这个叫做因果同时 因跟果而同时 当你发心的时候 定位的时候 那你就要知道 初发心时啊 集同正觉 你马上就跟 等觉菩萨 妙觉菩萨 一样的成就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发心修法 发心走上菩提道的时候 同时你也要发心 为众生做福 这个是同时的 你留意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已经跟你交代很清楚啊 你假如认为说 等我成就以后再来的话 那这个是全教 那么要你去了解说 你什么时候成就了 你又不了解 知道吗 所以我们华人人的 一个特质就是 当我发心的时候 我就领了这份执事 那这份执事该怎么做 那你放心 你绝对做得到 是你做得到的你才做 没有叫你做不到的 就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菩萨道就推动了 就推动了 那你会说 我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因果同时啊 因跟果啊 我同时运作 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从不管我的位置在哪里 很多同学都说 师傅你开悟了 我说是啊 开这会遇到大悟叫做开悟 我们从不谈论这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时在进行的 什么叫开悟啊 对不对 开一次不够啊 开一百次也不够啊 你要无尽的超越啊 开悟又怎么样 所以你在定位以后啊 事实上你就进入法身 法身大势之灵啊 你知道啊 定位以后啊 你就进入法身大势之灵 那你能不能够坚持那种信念 很重要啊 我真的跟各位讲啊 常常有同学这样问 师傅你怎么选择法眼 你为什么要选择法眼 那因为这些人要做记录啊 我不得不跟他讲个故事啊 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啊 我为什么要选择法眼 我没有什么选择 我只有一个原则 法眼最难 都没有人要讲 问也问不出来 因为我们在看这些记载里面啊 尤其是清末明初的时候 就有那么一句话 自乱世啊 用法眼 法眼是自乱世的良方 那可是我没有人知道 包括后来我剃度以后找我师傅 我问他这个原因 他也讲不出来 我说这些都是古大德讲的啊 那怎么办 他肯定这世间没有人了解法眼 那他最难 最难的是我不做谁做 这很简单吗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吗 还有为什么 我为什么我哪有为什么 我没有为什么啊 每一个都会吹牛啊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吃牛肉面都抢第一 就说我不下地狱 那好吃的都我要下地狱 现在要你去做 他真有困难 法眼在这时代 真有困难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自己都碰不到法眼嘛 那时候我们就讲 讲法眼 我为了讲法眼睛啊 还被净空法师骂 没有人啊 开口就讲法眼睛 那我要讲啊 既然法眼院 要把这个真实意 告诉世间人 要怎么办 他不行 那些师兄弟啊 也一直讲不行 不行 你下不了台啊怎么办 我说好啊 那不要讲法眼睛 那我讲普贤恒怨品 他对 那就对了 我笑耶 法眼睛跟普贤恒怨品有什么关系啊 他竟然搞不懂耶 这个叫做念佛人 你要知道啊 没有为什么啦 就是因为这个大家不能解 所以你要去解 这就定位啊 谁讲法眼睛给我听啊 我跟我师父讲 师父那你要讲法眼睛啊 你讲一遍让我听一下嘛 对不对 不然说你是法眼睛的主师 那你不讲啊 我以后怎么讲啊 我跟他讲了三次 我发不起这个心 他发不起这个心啊 我说那你不讲 那我讲了 他说你讲 你讲我老了 我一讲了以后说信众这么多 他当时给我开条件 你找二十个人 你找二十个人 我就讲 我说没有问题 我说没有问题 因为我平常讲 就已经不只二十个人了 你要讲怎么 没有二十个人 他不讲 后来我们讲了 人很多啊 像各位都是这样 你们都是害了他讲法眼睛的人 他一看啊 我白天讲也刻满 晚上讲也刻满 那心就痒了 他也开始讲法眼睛 当时啊 金工法师法眼睛也不讲了 现在又讲了 现在讲法眼睛的人多了 现在乱讲胡讲了 黑白讲的都有啊 那不管 反正很多人在讲 反正很多人在讲 至少现在你们要请法眼睛 已经不难了 我当时为了讲法眼睛 自己还要去募款 为了募款 印法眼睛啊 那时候明慧师 还没出家 他要下坏了 他负责是管财务的 他只要去哪里 就这么样 我们第一刻定心碗下来了 当时在座一个师姐说 印经要多少钱 我们在愁眉苦脸说 要十几万的时候 他说好我出十万 他就吃了定心碗 马上就有人出十万 把事情摆平了 你不知道啊 一个十万我们是很高兴啊 可是十万还没有同意的时候啊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正大的学生啊 从正大搭公车 转了两趟车才到那里 然后又转两趟车回去 当时一张票八块钱 两趟是十六块 往返三十二块 他捐了五十块印法眼睛 你听得眼泪都挤出来了 为了五十块从木渣跑到台北来 然后又跑回去 就为了捐五十块 那我们就想十几万要抽到什么时候 菩萨就是这样表现的 有人五十块花三十二块的成本 也有人就一次捐十万 是这样来的 我们没有为什么 你可能会说 会有很圆满的 多美好的一套理论跟背景啊 没有啦 这个就是千山我独行啊 哪里最困难我往哪里去啊 还有为什么 这样就对啦 今天我们闹了一片天出来 不是谁的功劳 是大家的功劳 是这法的威神力啊 法界的一种加持力啊 所来的啊 你说谁有这个功夫啊 谁都没这个功夫啊 所以我们大家这样聚合起来 我们觉得就已经很殊胜了 但是你要知道在沙坡里 这里有多少的是非啊 责难啊 在批评我们 在谩骂我们 尤其在我师父身边的一堆人 天天都在为我们消灾祈福啊 所以你们都不会看到我师父啦 除非你到外面去看 他不会来这里 他来也不过待做个五六分钟就走了 他就来两次 你想想看 为什么 你以为政府要推动啊 是你想象的那么殊胜啊 没有啊 多少的障碍摆在你眼前 你需要去克服 这是事实啊 我也可以像很多人啊 依父我师父的人 在他们歌颂说啊 我是他的大弟子啊 我是他的什么 什么得真传的弟子啊 什么灌顶啊怎么样 我跟你讲啊 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殊胜 虽然我们吵架还是吵架 老死不相来往 我们自己走自己的一片天 我们没有靠他老人家吃饭 他也没给过我们一毛钱 你放心 不过同样我也没有给过他一毛钱就对了 我们自己拼嘛 所以没有为什么 你以为说哪里是多殊胜怎么样啊 没有什么殊胜啊 殊胜就在平常中 你要懂得啊 你真的 你不是啊 活在过去啊 你要活在未来啊 你要活在当下 你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跟世界各个相度的层面来接轨 你 你要怎么样啊 给后代的子孙做模范 说21世纪的这个时代啊 那华元的前辈们啊 他们是怎么样的在努力 你能不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交代 给我们的子孙看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啊 我们看古人 他们在译场里译经的时候 那里啊有三千人在翻译 你想想看你是第几号 三千个啊 从第一号排到三千号 你有没有在其中 你大概没算过 你是负责扫地那一个 倒垃圾那一个 还是煮饭那一个 还是清厕所那一个 有没有份 我告诉你 你绝对是那三千个当中的一个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想说 我现在要给后来的人看 我们华元在中心的时候 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我在干什么 我是绕跑的那一个 是吧 开完会就跑回家了 听经也不听经的那一个 那叫华元弟子吗 这都不对 我们要做我们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啊 世界平台上的佛教啊 是我们今天啊 需要自我期许的 佛教不能置外于这个世界 佛教是在世间的 佛教不能离开这个人间啊 那既然不能离开这个世间 你为什么不跟他接轨呢 那你要怎么接轨啊 各位想想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 佛教知识分子啊 应该要有的使命 你 你又做出这一份奉献啊 这里面 有着很多取责复杂的状况 我们这里摆着一个泡茶桌在那里 你看到了 现在啊 现在啊他有点退休啦 摆到角落去啦 我们准备再把它搬出来 那张桌子啊接引了好几万好几万的众生啊 这一二十年来啊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啊 跟所有的同修见面 这一两万个人啊 这一两万个人啊 他们土肉的心生 所受的苦处 那么把它综合起来啊 我们叫做生命教育 因为这些人啊 人格有问题 心理有问题 人性有扭曲 那么他的这种情况 来自于啊 这五种现象 青少年问题 夫妻的感情问题 事业的不如意问题 健康问题 还有啊 老人问题 大概是这五个 我们把这五大议题啊 统称为生命教育 要它来什么 来成为我们新时代的宗教 他所活动的主要内容 他就是要解决啊 这个心理的扭曲 人性的扭曲 人格的不完整 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部分不解决啊 你根本没办法修行啊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所以佛法讲的修行啊 它是建立在健康的人格性上面 而不是在这扭曲的情况之中 能够去怎么样子修行的 那不可能的 所以关键是在这里啊 那我们要怎么接轨啊 我们用譬如青少年 这个活动呢 那我们就发起啊 运动 青少年喜欢运动 不管在路上运动 在水上运动都好 台湾是个海岛或高山的国家 那么你可以沿海啊 有活动 可以啊爬山有活动 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吗 那刚好是青少年所参与的天地 那么中壮年呢 他们有他们的活动空间 那我们可以借着学术论文的发表 我们可以来推动这些 跟各个领域的尖端人士啊 来接轨 对 那么老年人啊 有的不太老啊 就是有点老啊 一直到很老 那他们的主要工作啊 大概有几个 就第三期的生命阶段里啊 他们有一种状况 就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 那么自己的生活啊 我们就需要艺术 艺术范围很广 包括接近大自然 他就目的不再爬山 目的啊 就要有三路的山 不是没三路的山 他可能搭车 欣赏风景 他可能在我们举办的各种文物鉴赏 艺术 音乐 绘画 各个领域啊来接触 一方面呢 给他们做业余的学习 一方面可以鉴赏 那我相信呢 我们假如透过这样的 多层面的接触啊 那么人性啊 可以让我们重新再唤起 再护活 这个就是啊 新时代宗教所要走的领域 而不是说 在那边办法会 消灾 祈福 超度 那些啊 在过去的时代里 农业时代 那种文盲时代 那种很稳定封闭的时代里 他们确实啊 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可是现在这时代不同 我们是一个高教育水平的时代 我们是一个完全竞争的时代 是一个无常变化莫测的时代 所以呢 大家都有很大的恐惧 因为完全竞争 把我们大的啊 大家都没有信心 因此你有很大的恐惧心 恐惧感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光是那简单的 以前农业时代 文盲时代啊 所要推动的活动方式 已经在这个时代不能用了 当然有些少数人还可以用 我们不否认 但是大部分的人啊 已经缓不济集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为 新时代的宗教活动 各位 你们愿不愿意参与啊 不要谷掌啊 谷掌的要出家哦 你要参与的话就要勇敢 不要光谷掌杜佑你去就好 贫图如如不动 这都是杜佑没是贫图的 要么大家都要参与 这个就是我们讲 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要怎么样展开 所以宗教的活动 不是只有旧有的 那是旧时代的文化 你不要努力的去保护旧时代啊 那是天下最愚蠢的人啊 你知道吗 旧时代我们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你这个时代到底要什么嘛 你想想看嘛 然后你未来要做什么 你要给予后人看的模范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要做的 这个叫做啊 在历史的平台上啊 你要怎么给后世做模范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名啊来做 不是啦 而是这件事你本来就要做的 你不但做起来 你在杜众生 所谓杜众生的意思 跟杜金有点像 他的意思就是做一个模范出来嘛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要有一个什么 可以反复试验的 那个公式啊 透过这一个反复试验 大家都能够得到成就的嘛 那那个能够反复试验的那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做了以后往后的人 他可以照着我们这个模式去做实验 他也可以成就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各位想想看 多辛苦啊 我不会跟你诉苦啦 反正这些苦我都自己吞啦 我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常常撞的我都不认识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人指导我 没有人引导我 每一次遇到事情 前面一片茫茫 所以人家说你开大雾了 对啊 无杀杀当然是大雾啊 那你怎么办 我要前进 可是前面是悬崖 还不是悬崖我不知道 那雾里头啊 是不是会冲出一只老虎来 还是一头蟒蛇来 我不知道啊 可是你就要走进去啊 你到底看上面看下面我不知道啊 不看下面呢怕有悬崖 不看上面呢怕有老虎 反正你要冲进去就对了 弄了老半天啊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片墙壁 你撞上去以后你看怎么样 原来这里不对 然后再调整 是我跟各位讲 这二十几年来啊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 我要问我们这些僧众说 怎么样给我出个意见吧 大家那种禅功都很厉害 那闭口禅 只要我问啊都没声音 那我只好就决定啊 决定就一堆人跟着去 去撞 撞回来 西翘翘翘 所以出家七八十个人 你看现在 这些人都还没撞到的就对了 我不知道他们去撞了以后 会剩下几个 现在我们还要再往前做 往前前进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片茫然完全无知的状况 我们要的是对未来负责啊 可是你要知道啊 佛教界里面全部像过去负责 像过去负责我还要你做嘛 像过去负责佛陀还有什么 指望可期待呢 各位想想 不是跑过去的公式 那叫跑龙套啊 我们是要走未来的模式啊 要给新的时代啊 新的众生啊 做模范 这是我们所要进行的 各位你先把这个观念先调一下 一个啊 所谓不退转菩萨的那种生活态度啊 就是这种态度啊 不退转菩萨老是做过去的吗 那叫不退转啊 那已经退转了嘛 他已经走到过去的时代去啊 不退转菩萨是指向前进的啊 那向前这个难啊 各位要知道 向前我跟各位讲百分之百的风险 百分之百的风险 那你要有那种去接受失败 失败的这一种勇气啊 假如连接受失败的勇气都没有 那你怎么向前呢 所以你一直在原地踏步 然后要给人家拖着走 哪天我问啊 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那我们内部会议 我说哦 内部会议你就没事啊 那失败下来还是要负责耶 所以这些人啊 我跟各位严重警告啊 任何人跟你化缘啊 内部深重 你所捐的东西啊 不是他们个人的 都是道场的 某人跟你讲啊 我需要一部电脑 你很好心 师父要电脑 我就送给他 那不是他的 那是道场的 你不是你 你是代表所有的信众 这个才有功德啊 你要认为哦 这个师父要 这个功德我自己做 你要有这种心态 就没功德了 因为你是十方 当中的一方 那么他也是十方 十方来十方去 共成十方式 那你的发心没有错 可是你的发心不是给一方 不是给一个人 你是给十方的 知道吗 那这些人怎么样 因为我们这里啊 有些资源啊 不是说很丰富啊 他常常跟大家要 就要得到啊 所以就很浪费 浪费什么 因为他不要赚钱嘛 他只要跟你开口就有了 所以到处浪费 睡觉也不关 灯冷气也不关 那谁来啊 这个都是我们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我们这家众 对出家众要有所监督啊 这句话 在整个佛教界是很反对的 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众比较殊 他要教导这家众 那是古代 古代是这样 古代因为僧众有教育 一般这家众没有教育 所以受教育的人啊 是可以管理这家众 在那个时代好像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时代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 你去统计看看 我们当中啊 各位的教育程度 跟深重的教育程度哪个高啊 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高教育程度的人 你要听低教育程度的人 还是低教育程度的人 你要听高教育程度的人 那我们可能不敢这样比较啊 哎呦 深保殊胜啊 我不敢批评啊 那你就要反过来问问 我们深保殊胜不殊胜 他们有没有在精进用功 还是跟各位一样在计较 你想想看啊 深保要能够接受检验 对不对 我买东西我付钱没有错 你的东西来 你的东西就要经得起检验啊 今天我们供养三宝 是不做这种选择没错 可是你进到道场里来 成为道场的一份子 那大家就是共同生团 我常讲四众生团啊 生团是四众共同组成的 不是啊 出家众在那边自吹自擂啊 像我们台湾的生团啊 大部分都女众啊 好像啊 很了不起啊 你到南船去啊 看谁理你啊 我们澳洲有个同修 要捐一块地 台湾师傅你要派人来哦 我说没有问题 我准备好了 不可以女的哦 我说怎么样 老虎啊 你想想看嘛 你女众有什么德恨 让人家 恭敬跟尊重嘛 对不对 要像这个哦 开完会就回家 也不想听金啊 人家会尊重你嘛 你想想看嘛 大家老远啊 还有从基隆来的 这机会很难得跑来听 自己在这个地方还跑掉 那你想想看 人家会尊重你嘛 你说你深重对吗 所以我是想啊 深重的教育啊 自我要求啊 要能够啊 比要求再加重啊 多三倍 那我们来讲恭敬跟尊重啊 还比较有道理 每次上课都要打瞌睡 那怎么恭敬嘛 你说嘛 你说我在学的就是睡禅 不是啊 真的跟各位讲 你要站在时代的平台上来看 这个时代的平台 现在的教育水平跟以前不一样了 所以我提了很多观念 这传统佛教啊 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未必会 会赞同我的讲法 我也没有要求说 别人的道场要这样 但是我们怀疑道场里 你一定要走在时代的前端 这些伦理啊 那你要重新架构 你不要抱着那些腐烂的 不能够再用的伦理啊 来再谈下去 所以我们不是说 要在家中来管出家中 但是呢 应该负有监督的责任 你要理性当中啊 带有一种生命感 而不是啊 因为讲生命啊 就一团糊涂啊 那个叫感性啊 那不对 不是这样 彼此之间啊 就像我们跟各位讲 夫妻这个关系也是一样 夫妻两个是一体的 但是夫妻两个是独立的 他的一体是因为他的共识 他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家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体的 可是两个生命是独立的 他们来自不同的时空背景嘛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要各有各的什么 那个独立权才对 自主权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那我们身重跟信重之间也一样 我们是一体的 为了使这个法化能够红开 为了使我们的法身会命能够成长 那这个是一体的 可是彼此之间呢 每一个分子都是独立的 那应该有互相监督的作用 监督不是监视你啊 是督促你啊可以成长啊 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个都监院 都监院 都啊监督嘛 都岛嘛 监嘛 审核嘛 不是监与的监啦 反正监就对了 这样子我们才会提升嘛 大家出了家以后 就准备坐在那里给人家拜啊 不是啦 出家以后要 所谓要出家就 我要出家就是要比在家的时候 来得加几倍的精进 那这个才是出家有意义嘛 以为说出家了人生终点战 进来以后一切靠三宝 尤其是法院福报这么大 上课还有冷气 我在想说我们怎么上课把冷气关掉 那个叫做尖 这个关键我想在新时代里我们有必要有这种认知啊 虽然我提的这种意见是 我也知道啊 我们在传统的社会里长大出来的 这个社会啊 是长成什么样子 要求什么我们都很清楚 我不是说我比较叛逆啦 倒不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地方需要改革 需要改革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古代的那一种文莽的信众 我们现在信众的教育程度啊 甚至于都超过深重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也就是因为有这一种紧张啦 或者叫做胁迫感啦 我们开始要对深重做一种再教育 所以我高中程度的通通要读空中大学 没有时间给他再去读大学 我想要考也有问题啦 干脆读空大 要不然联考这些人大概也都是联考考不上去 才只读到高中而已 先读空大 那大学毕业的去读研究所 再一次做教育 这个关键呢 就在于说我们需要进修 要不然你在现实的情况里看啊 我们根本对不上去 对不上去 你要怎么为人天师啊 对不对 禅定也没有啊 结尼尿尿熟 那智慧也没有啊 讲话胡扯 那生活呢更糟糕 百般计较 那你怎么做人天师啊 所以我们除了佛法的专业训练以外 那一般的教育训练还是需要 这个就是啊 我们再跟各位谈说 在目前新旧时代的交接里 这种挫折复杂的状况 错终复杂的状况啊 相当的多 那我们站在一个佛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 怎么样子啊 把佛教架构在啊 世界的平台 时代的平台上面来看 不要在既有的利润之下 维护自己的既得利润 那你就错了 那不是一个行者 行者不看利润 行者看生命的成长 谁成长的多啊 谁就福报大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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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